第一届全球气候行动峰会 日前在美国三藩市拉开帷幕 来自全球各地的政治领袖 企业家和艺人等齐聚一堂 为环境问题发生 去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大会一大剑靶 其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表示 只要2020年选举新的总统 美国就会重回巴黎协定 而好莱坞型男影星哈里森福特 也以不点名的方式呼吁选民 不要投选否决气候变迁的人 第一届全球气候行动峰会 在美国三藩市拉开帷幕 特朗普三个字成了最大剑靶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直接点名特朗普 表示只要换了总统 就能重回巴黎协定 引起全场欢呼 特朗普总统戈尔 总统戈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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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戈尔 哈里森福特预警民众停止破坏大自然 爱护地球 因为再不保护地球 最终就会连自己也保护不了